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姑娘梦游仙境 我是九姑娘 这一集我们来谈谈宇宙最大的谜题 时间 主要涉及到相对论的内容 直入主题 这是两列火车 把它们设为A车和B车 A车的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 B车的速度为80公里每小时 那么当它们朝同一个方向行驶 在B车上观察A车 它的速度只有40公里每小时 相反 如果两车朝对象行驶 在B车上观察A车 速度则为200公里每小时 这是一个地球 它在沿着九姑娘公转轨道公转 这时候迎面射来了几束光V1 从它的背面又射来了几束光V2 您猜怎么着 大家都学过物理对吧 如果假设地球的速度为V小1 这个速度大概为每秒27.79公里 这时候理论上相对于地球 这一束光测得的速度应该是V1减去地球的公转速度 V小1 而从背面射来的光 理论上相对于地球速度应该是V2加上V小1 这个很好理解吧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人类无论从地球上的哪一个点测得从哪个方向射来的光源 速度都赫然为29.9792万公里每秒 这就难以理解了 同样是光 一个加上了地球公转的速度 一个要追赶地球公转的速度 但到达地球表面时两者的速度竟然一模一样 这说明与被照射物体的运动速度无关 这样合理吗 把光换成另外任何一种物体都更容易理解得多 如果有一颗陨石正在朝地球飞去 跟地球公转轨道同向 并且与地球公转的速度相同 那么相对于地球 这颗陨石就是静止的 相反如果迎面而来 则速度为地球公转速度乘以2 当然这只是一个数学模型 前提是要排除空气的摩擦阻力 引力等因素 为什么把陨石换成光就不叠加速度了呢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光和发光体的关系 宇宙中的星体都是以不同的速度在宇宙中运动的 我们看到的星光 就是来自于不同恒星和其他发光体发出来的光 它们自身都在以不同的速度 围绕着更大的天体系统运动 假设一个恒星以1分之1的光速朝地球的方向飞来 同时射出了一束光 那么它到达地球的光速理论上应该为1.1倍光速 又假设一个超巨星以0.5倍光速驶离地球 并且发出了一束光 那它到达地球上的光速理论上应该为0.5倍光速 但事实上无论从地球的哪个角落测得星星的光速 都是27.9792万公里每秒 这就说明光速不仅和被造物体的运动速度无关 和发光体的速度也没有关系 有这样一个实验模型仅对于光成立 假设AB两个物体都以光速前进 那么A物体相对于B理论上应该是相对静止的吧 但实际上只要换成光就不是 以A为参照点 B正在以光速前进 以B为参照点 A又在以光速前进 也就是相对来说 只要调转参照物 A比B快 同时B又比A快 但是仅从理论值上 它们理论值又是相对静止的 听起来非常矛盾对不对 但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可以在实验室里被推导出来 这种现象就是 狭义相对论的核心 光速不变 关于光速不变 它实在太复杂了 涉及到狭义相对论的假设逻辑问题 能搞明白的人并不多 显然这部分人理不包括我 这里我只告诉大家这个结论 后面的推导都需要使用 光速不变的这个结论 简而言之就是 光速相对于任何观察者 都是一样的 都为29.9792万公里每秒 有一天 我们人类的脑王 文元爱因斯塔 没错 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文元 当他在乘坐油轨电车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逐渐驶离他的钟楼 不禁突发奇想 当光线从钟楼到达爱因斯坦眼睛里的那一刻 显然他看到钟楼的这个看的动作 是在以光速进行的 于是他突发奇想 如果列车正以光速驶离钟楼 会怎么样呢 他当时就意识到 如果他以每秒29.9792万公里的速度 反向运动 时针一定会完全冻结在他 看到钟楼的那一刻 这个模型可以理解为指针运动的画面 需要以光速传输到观察者 但是由于与车速相同 无法顺利的把下一个看到的画面 传输到观察者这里 所以造成了时间的禁止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简化的理解模型 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从这个起点 爱因斯坦从此开始了他开挂的人生 他意识到速度越快 时间就会越慢 理论上达到了光速 时间就会禁止 从而诞生了相对论中另一个核心理论 时间膨胀 时间膨胀的试验已经被完全证明 并且做过多次了 1950年代开始的粒子加速器 如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加速器 日常工作就是持续进行的狭义相对论实验 具体的几个实验包括速度时间膨胀实验 引力时间膨胀实验 速度和引力时间膨胀结合实验 在1971年 把两个色原子中分别放在两架向东和西飞的商务客机上 这里要提一下这个色原子中 其误差仅为十万年内不大于一秒 可以记录极其细微的时差 该实验对比放在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时钟 结果发现飞机的速度越快 原子中的时间则越慢 飞行的高度越高 引力越小 原子中的时间就越快 当然这种差别是极其微小的 在2005年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公布了他们的另一个相似的实验室中得出的结果 实验之中的新一代原子中更为精准 结果也完全符合之前实验的结论 该实验验证了相对论的两个结论 在一定的相对参照物质下 速度越快的物体 时间流逝的越慢 引力越小的物体 时间流逝的越快 根据时间膨胀效应 太空人在相对于地球上的观察者 进入极高速运动的飞船内时 相对于地球观察者而言 尽管地球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岁月 飞船里的人却没有怎么老化 因为极大的速度 会使飞船和飞船里所有的物体 时间减慢 也就是说 地球上的观察者会发现 当飞船的时钟走了一圈时 地球上的时钟已经转了许多圈 只要速度够高 这个效应便会更加明显地显示出来 这是不是有一点像仙界的 天上一天凡间一年的传说 莫非古文明里记载的各种上仙大神 只是因为他们有着比人类更快的飞行器 以至于他们离开了一年再回到地球上时 地球上已经过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然而在飞船上的所有人对于他们自己来说 时间并没有变慢 可以理解为宇宙飞船上的时间相当于他们在地球上正常时间的流逝速度 因为相对论一定要有一个参照物 他们只是相对地球上的时间变慢了而已 如果有一个比他们更快的飞行器 例如可以达到光速 那么之前那个宇宙飞船的时间就会过得非常快了 另外引力与时间的关系就更有意思了 它甚至可以推导出高级文明所在的位置 且听我慢慢到来 引力现象一般由广义相对论来精准的描述 反映了物体的惯性在弯曲时空中的表现 简单的说质量决定了引力的大小 根据相对论的结论 在质量大的天体上时间会过得非常之慢 而在质量小的天体上时间会过得很快 根据质量越大时间流逝的越慢 质量越小时间流逝的越快 因为天体质量不同 那么很显然宇宙中的各个地方时间肯定都不一样 目前人类普遍认为宇宙大爆炸距今136亿年 那只是以地球时间为参照物 根据相对论质量越大 时间越慢 一些质量大的惊人的超级巨型黑洞 那里的时间会不会只是宇宙刚刚爆炸的初期呢 譬如三年五年甚至三小时五小时 换一个角度来看 相对于大爆炸初期时的宇宙 质量无限大的那个混沌爆炸的原点 对于它来说宇宙会不会是刚刚才爆炸呢 这样看来文明大概率不会诞生于质量巨大的 恒星超巨星以及黑洞附近 因为它们距离诞生的时间过短 相对比较难以满足孕育文明的时间 然而相反那些质量超小的宇宙天体 由于已经经过了超长的岁月 我们假设一下 在某些级别里 时间已经达到了非地球的130亿年 而是136亿亿亿亿亿年 那么里面会不会充满了高等文明呢 也许很多朋友都知道量子力学 但是没有人在教科书中学到过 为什么呢 因为量子力学是一个不遵循宏观物理法则 但是又客观存在的微观世界 它一直是物理学的一片乌云 如果要用物理法则来定义量子力学 则要推翻现今所有的宏观物理学说 所以我们学习的所有物理学 基本上都是宏观物理学知识 和量子力学是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则 这是科学界暂时还不想进行的变革 用一句话概括 量子世界是一个一时决定物质的世界 量子是一种物理学概念 是一种存在的状态 而不是存在的本身 一个物理量如果存在于最小的 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 则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 并把最小的这个单位称为量子 简单的说量子相当于单位 譬如光的量子化就叫做光粒子 也就是爱因斯坦终身研究的领域 这样说可能有一点难以理解 我们来通过简单的现象来初步了解量子力学 后面我一定会用一集的时间来讲讲这个神奇的量子力学 要研究此问题就要知道一个概念 太叠与坍缩 量子力学的基础就是从不确定的状态变成确定的状态 为了解释量子力学的观念 我先说说普通人的日常经验 一般人认为一个客观物体 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空间位置 这种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是客观的 比如说地球在太阳系 或者说地球不在太阳系 两者必有其一 但是在量子力学里就不一样了 量子力学就像在说地球既在太阳系又不在太阳系 你要去看地球在不在 你就要对地球实施观察的动作 你以观察这个地球存在的状态就坍缩了 它就从原来的既在太阳系 又不在太阳系的叠加状态 一下子变成了在太阳系 或者不在太阳系的唯一状态 所以量子力学怪就怪在这里 你不观察它 它就处于叠加状态 也就是量子世界里 一个电子既在A点又不在A点 你以观察它 它这种叠加状态就坍缩了 它就真的只在A点或者只在B点 那有人就会说了 你这是诡辩 你怎么知道电子不观察它的时候 它既在A点又不在A点呢 这就是量子力学的发展过程中 必须要被证实的事情 其中一个最著名最重要的实验 就是干涉实验证实 因为本集不是讲量子力学 所以我们就简短地带过 实验显示 电子在没有被观察的时候 该电子没有确定的状态 一旦一时参与了观察 它的状态就会马上被确定 所以这件事是量子力学中最诡异的事情 它的成因至今科学界无解 当然在量子世界里还有很多诡异的事情 例如量子纠缠 例如量子引擎传输 由于时间问题 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简单地说就是 量子世界可以轻松地实现瞬移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天方夜谈 这些是早已被实验证实过的 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 这一切不存在幻想的成分 并且我国已经发射了第一科用于 研究量子力学的量子卫星 想知道吗 请马上关注我的频道 近期我就会揭开这个量子力学的神秘面纱 懂了这个就懂了 量子力学相较于宏观物理学 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律 随后我们就能来证明 量子力学离不开意识 意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 证明单体叠加态最有名的实验 叫做薛定谔的猫 我们在讲量子力学的那一集里 会跟大家详细讲解 讲到这里 很多人可能有点懵圈了 如果以前没有听说过量子力学的人 可能一时难以接受 而他就是在物理学研究了 一百多年的客观存在 并且非常多领域的产品 已经用到了量子力学 例如扫描隧道显微镜 原子钟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 在微观的世界一定要有第一个意识 进行观察 才会出现客观确定的世界 在量子世界被确定了以后 它拥有了人类已知的最小质量单元 那么根据相对论 量子是最小的质量单位 量子世界的时间一定经历了 超级难以想象的历史 在量子世界我们的宇宙也许已经爆炸了136亿 mega1Ⅲ一年 而如此长的时间里 文明有没有可能再诞生 相对于巨大质量的超级黑洞里 宇宙也许才刚刚爆发了几个小时的对比 更容易产生更高等的文明 所以显然高等文明最有可能诞生的地方 并不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宏观世界的各个星球 而有可能存在于宇宙空间中无处不在的量子世界里 存在于那个一时决定物质的世界中 进而说明了什么呢 高等文明根本无需遵从现有的所有物理法则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世界 是虚拟的 由一时来决定 所以人类一直以来设置的温度 空气 有机体 水源 等各种生命存在的条件 也许对于高等文明来说并不需要 进而我们来猜想一下 宇宙和时间是如何诞生的 目前的科学界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时间看似是一个 没有任何宏观物理法则可以定义的东西 而大家知道 136亿年前 宇宙大爆炸之初的混沌状态时 宇宙的质量理论上是无限大的 而体积是无限小的一个圆点 并没有定义过这种时间的状态 我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建立模型罢了 这种时间粒子是不是必须遵循量子力学的物理定律 一定要有意识观察才可以被确定 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个观察这个微观宇宙和时间量子的意识究竟是什么呢 让宇宙和时间确定化的那个意识到底是哪里来的 所以如果一切的物理法则是真的 相对论是正确的 那么是否可以确定宇宙并不是一切 独立于宇宙之外 还有其他的物体或者意识 相对于人类来说的宏观世界和量子世界 拥有两套完全不同的物理法则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那么相对于宇宙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 也拥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法则 也就是说宇宙在宏观上其实是虚拟的 而在微观上具体到某个星系 某个星球则是客观的 在这种假设模型下 既然时间是由那个最初的意识决定 那么宇宙像不像是量子力学里面 那一个微小到不可以分割的宇宙量子 这样看来宇宙也许只是某个物体的 一个最小的量子计算单位 抱歉 我刚才打了一个喷嚏 当我意识到我打了这个喷嚏的时刻 只花了一秒 由于我观察了这个喷嚏 已经产生了确定的微观世界 在喷嚏里的细菌微生物身上的 某个物质的量子体里 某个质量超小的球状物上 已经形成了他们那个球状物时间的 136亿年 那里已经产生了高级文明和意识 他们发展到了高科技社会 开始研究他们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 但由于维度不同 他们无法察觉我的存在 那个文明把我这个喷嚏叫做宇宙大爆炸 这一瞬间产生了无数个星系和无尽的时间 目标不上来 目标不上来